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那么这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特殊的纹路 叫手腕纹 手腕纹呢,有很多种情况啊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有困惑呢,可以进行关注啊 那么首先一个,手上有四条 一个人的手掌啊,很少拥有四条手腕线 如果是说,四条手腕线长得非常清晰 中间没有什么中段啊 这属于明立线 一般情况下,拥有这种手腕线的人呢 大多数是属于天之骄子 博学多识 在自己的领域啊,能够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拥有知识和财富,自然是不会太差 所以说他们这个社会地位啊非常高 深受大家的尊重 天上是富贵之相 明里和财里都是高于常人 这是四条啊,四条是很少见的啊 那么手腕线有三条 因为手腕线如果是出现三条文 那是三条,并且呢,在手腕线上有三脚文 尤其是第二条文路上出现三脚文 那么这个,这种人呢 是这个出身条件比较优越啊 祖业富足,在事业上是这个能够得到长辈的助力啊 个人也是拥有不错的创业的这个能力啊 命中有大财 自己呢,只要肯努力一定能够这个 赚大钱啊 个个都是富贵之相啊 不能这么说啊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这种人呢 他经商的头脑,包括家庭环境都是不错的啊 那么还有就是手腕线上,他有新闻 手腕线上呢,如果出现新闻为横财文 代表此人命中有贵人帮助啊 如果是横财,这个如果是这个贵人帮助成功啊 是横财上升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的天生好运在事业上发展是非常顺利的啊 在工作当中呢,也能够得到贵人的提起和帮助 一旦有这个提拔的机会啊 就会优先的选择他们啊 尤其是能够这个加上一些断掌的话 那么这种人呢,采运失约是更加旺盛啊 属于典型的降向之命啊 那么还有就是手腕线有两条或者三条啊 他没有四条那么多 只有两条或者三条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人的命中藏贵子啊 个个都是多子多孙的命啊 这种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好,比较健康啊 儿子多女儿也多啊 家庭运势非常的兴旺 但是如果是这个手腕线有这种断断续续或者明显的间断啊 这是最忌讳的啊 对身体这个有一些影响嘛 身体体质呢有大的非常大的威胁 甚至呢有一些疾病残身啊 这个给自己啊落下不少的一些毛病啊 这是这个手腕线最忌讳的断续和什么 和这个明显的间断 那么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提昂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困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